各位先进,大家早 熟悉,我请代主委 请代主委 委员早 主委早,满头包 辛苦你了 那么今天 针对这个运财的 弊案,我想国人 也期待今天我们立法院 也谢谢我们这个主席 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能够了解 政府单位 对这个事情处理的 一个进度,我想主委 那么今年来 我国的选手在国际 赛事上面满地 开发,那么国人 在雀跃之际,国内 却发生这么样子的一个 道德沦上的事情 让政府失去公信力 主委,记得我们在 职棒20年,2009 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因为 这个职棒的迁赌 那么事件发生的这么 在这个地下赌盘的 这个结合 这个黑道的不法行为 那么当初呢 主委呢 是非常的 果断 这个严加查办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事情呢 可是我们这个官办的 这个运彩发行的 我们发行机构呢 发生这个坚守制造 舞弊的行为 那么这一次呢 所受影响的是 这个政府的公信力 那么2009年 我想受伤的是 中华 职棒 OK 那么在这整次当 这个事件当中 那么也历经了 半个多月了 半个多月了 那么我想 提委会 给外界的一个观感 对于这个事情的 处理方式 有拖延 有掩饰 刚刚虽然 主委也做了 许多的一个解释 我想根源 出在我们这个 管理 这个监督 这个 这个 这个机制 不够这个健全 不够健全 那么轮到我们这个院长 9月22号呢 在行政院院会上面呢 特别的对三个单位 提委会 我们经管会 法务部呢 做出了 彻查研办 重臣 重建 公信力的 这个指示 现在 我就是想要知道 那么你成为 这个 指导机关 委托人 OK 你有很大的责任 OK 对于未来 对于未来相关规定 您刚刚也一直在对前队委员提醒到 OK 你认为 这个 惩罚只有15万 您也认为太少了 对不对 未来 如何来达到这个 我们院长 对 你们的这个要求 如何来重臣 又如何来重建 政府的一个 公信力 主委在您回答之际呢 我也想请 金管会 我也请讲 法务部的代表 主席 我请金管会 吴 副主委 以及法务部的代表 谢谢 那么代主委您请回答 谢谢委员关心这个事情 就是说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 其实我们 立即 也组成了 这个紧急应变小组 那我们有几个 补救的措施 第一个呢 就在9月30号之前呢 金控这边呢 就是富邦这边务必要把 检讨改善的计划书呢 送出来 第二个呢 我们就会立即组成 专案小组呢 进行查核 那这专案小组当然 我打查 我打查 专案小组进行查核 只查核这一件事情 是不是 主委 您有没有下令 往上查 有没有往上查 针对 就是以最严格的这个方式呢 为什么要找这个专业的来 就是包含它的内积 跟内扣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一定要全面的来做一个查核 那再来当然委员比较关心的 就是对于内部的人员这个部分呢 检警调 现在也已经介入在调查 那至于是个人所为 或者是说内部有集团所为 我想这个部分一定要彻查清楚 那第三个呢 我们在22条运动彩券发行条例的 22条到24条 这个是大家在提的 确实在罚款的这个部分呢 太轻了 所以我们也预计在22条到24条这边呢 来做一个修正的一个条文 那最后呢 我们也要求副邦公司呢 要邀请国际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呢 进行内部的一个查核 对于整个流程呢 的一个程序的检讨呢 做一个比较缜密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就是OK 好 主委 我做两项建议 在9月30号之前呢 所做出来的报告 我希望主委要有一个方向 不只针对这个事情 我们希望这个报告当中 过去三年多来的营运 必须提出证明 没有类似的弊案发生 您必须要严查这个事情 如果 如果在被爆出 有舞弊 在现在之前 主委 你应该要负全部的责任 再来第二个意见 我希望在未来的修 这个修法 修理相当的这个规范规定 在这个机制上面 要有一个方向 主委 我现在想请教你 对于13到15万的罚款太少 还有 他的这个 这个停止 停止这个 发行的这个权力 这两个条件之下 你有什么样子的方向 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如果呢 他会停止这个权力 是要触犯到 什么样子的程度之上 他会停止 目前啊 就是按照我们的运动采建 发行条例里面的 24条第五项呢 我们目前只能按照 这样子的一个 只有罚款 对就只有罚款 3到15万 所以我们以最高的 这个额度呢 来罚这个运彩公司 所以终止合约 没有任何的条件 他可以继续执行 6年吗 对 因为我们原先的这个 发行权呢 富邦取得这发行权 就到102年 12月31号 其实这个部分呢 还还有一个 比较复杂的因素存在 就是说我们的实体通路商呢 一共有1071家 这1071家的实体通路商呢 其实他是跟富邦签的合约 所以如果说一旦 我们终止这个发行权的话呢 我们1071家的这些实体通路商 马上面临到问题 那这些1071家的实体通路商 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身心障碍的 一个团体在经营 所以这是马上比较复杂的问题 也要立即解决 可是按照我们运动采券 发行条例的办法里头呢 我们也绝对不能姑息富邦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条文 所以我们会在很快的时间内来 那您认为什么样子的罚金呢 会比较达到一个合理的程度 15万太少 我想现在就是确保作业流程的缜密 让它未来绝对不可以发生 是我们现在务必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刚刚如同委员提到的 就说过去到底有没有发生 那未来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生 所以整个作业流程的缜密 我想这是我们现在积极 必须要让它确认 而且积极要做的事情 好的 你现在有金管会跟法务不离上前 好吗 那个吴副主委 我请教 这个彩券算不算金融商品 它是依照 它是依照彩券条例的一个规范 并不是在相关的金融法令里面的一些 那么就于这个金融机构 对这个你金融管理的单位 对金融机构发生这样子的舞弊行为 就金管会里面的相关规定的罚者 在什么程度 跟委员报告 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在参加这个提委会的 这个专案小组里面 我们大家是有分工 那金管会的部分是负责 金控公司对他子公司的内控的一个监督 那是不是有监督上的一些疏失 目前我们会看专案小组 查核出来的一个结果 做一些适当必要的处理 所以他有可能犯刑的受罚程度呢 就您刚刚所提的200万到1000万 除了这个之外呢 刚刚是我有问到 就是说如果是内控 就是60条的这个规范 那60条规定当然是内控的疏失 是条文是200到1000万 但是我们现在未来 查核到必要的一些相关的证据 到底要用哪一些条文 或者是多少的 我们会审慎来处理 法卧部呢 就您的这个见解 就您的见解跟了解 发生相关的这个舞弊 就您法务的一个见解 当然这个侦查不公开 就您的见解 您可不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尝试 跟委员报告 就是在那个金融监督的部分 因为金融监督管理法 60条是金融会的权责 那如果说刑案的部分 当然是有没有赌博罪 有没有共犯这些事 台北地检在侦查中 不知道 如果说我知道他们在侦查 在侦查不公开的行为之下 您的见解 您告诉我们一些尝试 他会犯什么刑 就说可能触犯的法庭 切到 可能是诈欺 诈欺 对对是是是 我知道文书之类的 是吧 是是是 OK好谢谢 那么三个单位 我先希望希望 希望呢 提委会 这个金管会 以及我们法务部 对于这个事情的彻查 势必要严加办理 能重建我们这个政府的一个公信力 那两位单位请回 那么主委再请 等一下等一下 副主委对不起 副主委 我再请就教一下 对于现在我们金融机构呢 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员工诚实行 我们一些金融机构呢 有没有员工诚实行 都过去了 我们为了这个企业啦 确保这个员工呢 因为不诚实 窃取企业的一些财产 我们当然会都要求 他们做这个什么电保啊 有保证人 但是现在要求这个保证人 不太容易 所以有些保证公司呢 就做这样子的业务起来了 所以你们认不认为呢 这个金融机构呢 应该有这个员工的这个员实险 这个呃 这个这个机构 应该做这个员工的员实险 当然以后如果发生这件事情呢 有这个保证公司可以来理赔 您的意见如何 我们目前是没有规范 那目前比较常见的就是 董监事的这个投保责任险的问题 那这个呃 所以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 吴副主委 我我我希望您啊 跟这个提委会呢 相关对于运彩公司呢 是不是在我们研究 相关规定的时候呢 金管会跟提委会啊 主委 我希望你们在相关规定的时候呢 能够朝这个方向啊 我们呢 希望能够这一个呃 陈运的这个公司 这个机构 发行机构呢 能够保这一个呃 这个员工的员实险 在这个方面 我希望你们能够研究一下啊 是刚刚同仁给我资料是 银行目前都有保职务员实险 都有 好 那是不是我们对运彩公司 也应该这样子的要求 好吧 好主委 这是一个方向啊 那吴副主委 谢谢你请回 简单的啊 在三十秒钟啊 呃 这个代主委 我想这个运彩啊 呃 这个总 九十七年 我们现在你规划在六年当中 我们现在检讨一下 在这个呃 三年多的营运 就是七年到今年的九月份 总共四百三十二亿 离我们的目标 一千九百零一点三亿 还差得很远啊 我们现在只达到多少 我们真的只达到两成多而已 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我现在要探索这个原因 我想我们的运彩的发行 呃 不怪夫是要对推展我们的这个呃 运动的风气 当然我们也希望地下的赌盘来合法化 但是目前地下赌盘呢 我们依然的猖狂 ok 我们营运也不佳 我就要问问这个主委啊 你对于这样子的营运 你满意吗 呃 你满意吗 如果说 比如说以一百年来说的话 就说他的企划书的一个销售额的话 你不要提到这么多 诶 主委 你不要提到这么多啦 六年里面你必须达到一千九百亿 哦 这是到目前为止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在这边简单的做一个建议 我想目前运彩的中奖率以及赔率偏低 哦 是最主要的原因 还有我们现在的投注方式 也必须以创厂的方式来投注 我在做这样子的建议 我想目前运彩开放单场投注的比赛很少 对不对 那么中华职棒是我们这么熟悉的 他有没有可能开放职棒 我们必须呢 多开放出一些职棒 还有我们有很多赛事都非常强棒的啦 譬如高尔夫球 网球 我们都可以开放出来 来增加这个赛事的一个中奖的这个几率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也是比较容易上手方式来增加这个营量呢 有没有可能中华职棒开放单场 那个中华职棒现在本来就是有列入赛事的一个投注 不过 单场 我就意思是说单场 因为富邦这边他其实有提到 就是目前他会增加单场的这个赛事呢 刺激买气 就是就不管是足球还是棒球 单场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我会跟富邦这边就是进行沟通 就是在他的游戏设计的这个部分呢 是不是跟他让大家就是可以接受 然后更普及化一些 是的 那么本席今天两项重大的一个建议呢 请这个提委会要多加加油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 好